台南的环保志工许秀梅 因为接连遭受到巨变 身受打击 罹患了忧郁症 直到了出来做环保 才让她解除了病痛折磨 望着先生跟女儿的甜蜜合照 76岁的许秀梅 回想起自己的伤痛往事 因为三年前 先生跟女儿都因为神病 相继往生 三年前当时 女儿打牌 新生打牌 都到担牌 就新生先往生 来之后 女儿就往生了 就是很难叫 至亲离去 三年来 许秀梅罹患了严重忧郁症 暴瘦7公斤 索性环保志工的邀约下 带她天天走进环保站 让她逐渐远离悲伤 我很久没听说忧郁症 我想我马上来出来做 我自己做得很欢迎 我想说这个人出去做 出来到这里 就觉得说大家都很高兴 听上年开始说设环保 可以救自己 还可以救地球 还可以救伯 我就越做越高兴 就继续一直来做 做环保之外 许秀梅也积极参与了社区读书会 研读佛法 走出忧伤一埋 人生从此大不同 大爱新闻 真新闻志工 台南综合报导